天下在新加坡那边受到唐欣的阻碍 进展十分不顺利 这天顾颜梅兴高采烈的叫醒睡梦中的顾若夏 她说她想出办法来了 他们可以搞流动放映 就像那些流动戏班子那样 驾着马车到处巡回表演 顾若夏听了像戏班子那样 顿时没了兴趣 倒头又睡了起来 顾颜梅硬拉着顾若夏 接着说我们只要一台马车 一部放映机一个账目 还有桌椅就够了 顾若夏听了更没兴趣 她说我们都快破产了 哪有钱去买这些 说完又接着睡 顾颜梅突然看见桌上的金表 记上心头 第二天顾若夏醒来发现 她的金表金笔高档西服等都不见了